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样一个艳阳天 天然就是踢球的好日子 我是足球评论员王涛 今天依然是由我和苏东苏指导 一起为您解说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绝对是最近一段时间的焦点对决 又一次和王涛一起坐上了解说席 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场精彩的对决吧 贝利 萨拉赫 凯恩 球在哈利凯恩脚下 队友也跟上来了 这次拦截非常关键 他及时阻止了对手的攻势 萨拉赫 球交给贝利 内玛尔 内玛尔带球奔向球门 奥雷利恩 传美尼 防守队员的阐断造成了对方丢球 内玛尔 巴塞罗纳获得一个任意球 这种射门 这就相当于浪费一次机会吗 在这么远的距离直接打门 这个决定有点上去 内玛尔 内玛尔 边才聚齐适应内玛尔越位 他们抢断了对手的传球 赛拉赛 赛拉赫 赛拉赫是单枪匹马直奔球门 巴尔维德 这球必须有落 凯昂 他们先声夺人 这球射门师大力晨 门将一定很难忘记这个球 比赛现在变成了一比零 射门师大力晨 第十位 哈雷 快速把球阐断了 赶紧俐落地抢走了球 西尔瓦 球跑到对手脚下了 支援进攻的队友已经到位了 贝利在控球 机会 一球的领先 只没有让他们满足 现在又打进球 扩大了比方 来看看进球的回放 在这样的距离 被他抓住机会 非常舒服的完全发力 这种球神仙拦救啊 看来教练员要换下 场上的某个球员了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 2比0 第四观人取牌 失忆补失两分钟 下半场比赛 到这里暂时是告一段落 巴塞罗纳队的队员已经开球 下半场比赛正式打下 看看他会做个选择 能扳回一个来吗 如果这次机会把握住的话 他们还有机会回到比赛中来 但是很可惜啊 这样的学校机会 就被他们白白浪费掉了 对啊 萨拉赫 萨拉赫带球冲向进去 萨拉赫打门的机会 萨拉赫洞穿了对手的大门 他总是能在比赛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啊 给我们带来惊喜 一个人带着球过五关斩六将 哎呀佩服佩服 这就是他单兵作战能力的完美体现呢 看起来主教练在调整战术啊 呃我看即将是要派上一名替补了 萨拉赫被拉赫到了三球 比分三比零 球打在防守队员身上 发生了一个变现 裁判给了脚球 机会出现了 一越冲顶 多好球 来看一下进球回放 首先是这个极具威胁的边路传终 创造出了机会 当然他也不会浪费这样的机会 一个投球轻松的将球 定居对方打门 双方目前的比分是三比 伊布拉西莫维奇 防守队员的产断造成了对方丢球 贝利 萨拉赫 阿堪切尔汉奥鲁 犯规了 扔一球 教练在场下准备换人了 奥纳纳 顶级门将的顶级发挥 真是一次救世主般的抢断 能打进这球 缩小分差吗 球进了 他们简直太有任性了 现在分差只有一个球了 仅剩的时间里 他们还能继续进球吗 进球的回放来了 看看这个教科书一样的跑位 这样的绝佳机会 怎么可能会错过 教练准备派上他的替补队员了 目前双方的比分是3比2 Viktor Olsenheil 愿意球 拱球拳又发生了变化 还要捕食4分钟 全场比赛才会结束 他选择自己带球继续向前推进 这是阿拉巴的拦截 他的实际把握 非常准确 这个球还是很危险 解围不到位啊 比赛结束了 他们在主场不负重望 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一个球的差距 让他们带走了胜利 这场胜利有多艰难 只有差 这场胜利有多艰难